最近想要申办护照的民众真的很多 所以外交部宣布从2月20号开始 网络预约名额从之前的480人增加到了1500人 连线记者林立 好 由于今年申办护照人潮比去年还要更多 尤其农历春节之后 外交部领务局以及四个办事处 每天都涌入大片民众排队要来申办护照 领务局就宣布网络预约的名额从2月20号开始 增加到每天1500名 开放预约时间延长到60天 另外因为护照的申请量 已经超过正常的制发量还要更多 护照发照时间由6个工作天修正为10个工作天 而为了减少民众排队等候时间 领务局已经改采直接抽取号码牌模式 民众不用再先排队等候 预审书表再领取号码牌 而领务局也提醒 首次申办的民众可以就近使用各地的护证事务所 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方式来送件 如果你是要申换护照 就得要先上网预约之后 再依照预约的时间来送件 或者是委托符合代办资格的旅行社来协助 节省时间 主播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